我隔著電腦螢幕都聞到BANDAI那股銅臭味 資本主義的毒氣再一次照著我心愛的蒙面超人 我就花了少許時間去整合18個卡牌組合 這18個造型分別為 Cornic 掌畫 大家好我是Jerk 歡迎收看拉打情報站 還有一個月的時間 電視就會播映下一套蒙面超人Gachado 上一條影片跟大家整理了不少關於Gachado的資料 以及一些我個人對Gachado的期望和預測 未看而又有興趣的朋友可以按回去看一下 而由上一條影片到目前為止 新公開的情報以故事背景 變身腰帶和變身道具為主 更多關於演員選角和角色造型等等的資訊 相信要等到8月9日的發布會才會正式公布 今天這條影片我會主力跟大家詳細看看 關於Gachado變身道具 拉到Kami Trading Card 以及一如以往我都會加插一些我個人對Gachado的期望和預測 其實還有變身腰帶也想說說 不過上次的腰帶也跟大家講解了一次 主要的玩法都是插入卡牌之後 拉動手把啟動閃光和變身音效 兩張卡牌的背面拼在一起 組成一個形態造型頭盔 配上雙眼箭咀就組成了Gachado的頭盔 目前Banai官方網站已經公開了不少卡牌的頭盔造型 更加透過網址透露了形態組合的名稱 我就花了少許時間去整合了18個卡牌組合 以及它的頭盔造型 現在就逐個跟大家看看吧 這18個造型分別為 1加9的蒸汽黃蟲 1加9的獵人騎士 2加8的超絕滑板 2加8的智能型火蟲 2加8的海撒噴火龍 海撒噴火龍 3加7的子彈乳鵝 3加7的黃金馬車 4加6的狂野海盜 4加6的惡鬼直升機 5加5的猛毒潛水艇 5加5的螞蟻摔角手 6加4的能量隱怨 7加3好像不是一樣用來救火的形態 7加3Dr.Heavy 醫生我好重 8加2的惡作劇產泥車 8加2的燃燒猩猩 9加1的燃武螳螂 9加1的尖刺鯨魚 劇集第一季已經有這麼多形態 是好瘋的 好 多說一說故事背景 因為故事背景和Gachada 變身到具息息相關 Gachada的故事主線任務 就是尋找101隻CAMI 101隻CAMI 是人類透過煉金術 所創造出來的人工生命體 目前我們會看到 CAMI有很多不同的形態 例如蝗蟲、火車、電話、蘑菇等等 他們是模仿存在在這個世界上 所有事物創造出來的生命體 而他們本應是存在 拉多CAMI CARDO 而因為發生了某些突發事件 E101隻CAMI被釋放出來 而剛巧得那麼巧 作為高中生的主角 一支奶寶太郎就被捲入了這件事件當中 寶太郎就得到了變身腰帶Gachada-Libar 變身成為蒙面出人Gachada 去回收所有的CAMI 可能寶太郎剛巧放學 經過了事發現場 看到有個老博士不夠打 而滾地跌腰帶 寶太郎自動請英撿起他自己變身 打完了敵人 就被老博士騙了入局 這是我的估計 目前我很怕高中生主角這個設定 因為新平成年代 我們已經有Ghost.org的天空子Takeru 以及Gior的Oye John 他們的角色設定和演技大家有目共睹 加上修復小精靈成為古羅卡的故事走向 我只是希望編劇他們不要捨得太過兒童向 CAMI有一個特性 他會根據跟他接觸的人類而成為不同的力量 例如CAMI和人類善良的心產生共鳴 就會成為可靠的伴侶 可靠的伴侶? 就會成為可靠的同伴 例如寶太郎可以運用全有CAMI的LIDAR CAMICADA 去變身成為Gachada 更加可以因應不同CAMI的力量 改變為多款形態 另一方面 如果CAMI和邪惡的人類結合的話 就會誕生出怪人 Manugamu CAMI這個一體兩面的設定 除了配合蒙面超人敵我同源的傳統之外 也再次為觀眾帶來反思 就是很多事物 例如手槍和法律 同時是可以幫人或者傷害別人的 要怎樣去使用這個事物呢? 就是取決於人類的心思和想法 好了 現在大家對故事背景略之一二 就要做好準備 陪主角一起成為小精靈大師 因為不止主角要修復101隻CAMI 而作為Gachada fans的你 都要準備花錢去購買這一大堆LIDAR CAMI TRADING CARD 叫做TRADING CARD 班戴當然花盡心思 去掌握大家的荷包軍 首先我們看看LIDAR CAMI CARD是甚麼樣子 以及怎樣去區分他們 左上角的是等級數值 是那一隻CAMI所持有的數字 圖畫下面分別是那一隻CAMI的屬性標誌和名稱 而在下面就是它的能量值槽 Level 1 就等於一條能量值 Level 2 就等於兩條能量值 如此類推 而右下角的位置 分別會有那張卡的所屬卡號 卡牌罕右道 以及建議屬性標誌 所屬卡號可以看到這張卡是來自哪個商品 例如TCS就是跟DX附送的 RT-1 就是跟第一彈的TRADING CARD 班戴官方網站有列明每一彈TRADING CARD的卡款 我隔著電腦螢幕都聞到班戴那陣同臭味 資本主義的毒氣再一次照著我心愛的蒙面燒人 第一彈的卡總有88款 但原來當中有不少卡款 其實都是來自同一隻CAMI 目前的卡牌罕有道就分為C、R、SR、UR、P、EX、PR等等 班戴今年真是準備賺到笑 而建議屬性標誌就是那張卡 究竟跟另一個屬性最為配搭 可以配對變身成為獨有的強化形態組合 例如蝗蟲一號就跟載具屬性的CAMI最為配合 屬性方面CAMI的屬性總共有10種 目前官方公開的就有 昆蟲、哉具、工作、工作 為何我來到看拉打都要趕上班 動物、工具、植物 總共6種 另外還有4種屬性還未正式公佈 不過在某幾張卡牌裡面 我們都見到少少的線索 例如有粉紅色的幽靈屬性 以及黃色的恐龍屬性 剩下的兩種屬性依然是一個謎 不能夠在初期18個形態裡面找到他們的線索 或者代表著那兩種屬性 並不是由主角初期就可以使用得到 或者要加插了強化道具之後 才可以使用那些卡牌屬性 又又又或者那兩種屬性是由敵人幹部 或者二騎、三騎所使用 所以到目前位置都未在玩具情報網上公佈 另外關於CAMI卡的數值 很多CAMI的數值都只是1至9 因為主角需要使用兩張卡牌 兩者相加為10才可以成功變身 但眼力的大家應該會留意到 好呀!有幾張以公開的卡牌 他們的數值已經達到了10 例如X法師 甲蟲X 這幾張卡牌好像不預理會跟其他卡牌 用在組合變身 因為單體來說他們已經達到數值10 加上右下角的建議屬性標誌 只是用了代表空白卡牌的圖案 而且X卡牌的底面是沒有頭盔圖案的 就只是簡單一個X的圖案 這麼像Kikai 看過小都應該要在腰帶上加插道具 才可以使用X卡牌 題外說 除了101隻CAMI之外 卡牌款式 還有用來儲存CAMI的空白卡牌 以及蒙面超人的專屬卡牌系列 很遺憾地錄製這條影片的時候 官方竟然推出了一些關於傳說拉打的情報 所以今次這條影片是沒有講述傳說拉打卡片的任何資料 下條影片再跟大家說說吧 而另外玩具情報也都透露了 三劇將會使用一些卡牌 去借用傳說蒙面超人的力量 而且作為蒙面超人粉絲 不多不少都會心動動想去儲齊一系列的蒙面超人畫像 所以這些卡牌是有推出的必要性 但同時 在二賣卡為主的CAMI RIDER GAMBA LEGENDS的任威之下 不知道這類蒙面超人的卡牌銷成會是怎樣呢 買得不好不要緊的 我都可以平價入手 我更開心 然後我們看看TRADING CARD的銷售方式 不能說好像我要買這個指定的RACE BUCKLE 或者買那本指定的WONDER RIDER BOOK 而是我要課金抽卡 以第一彈為例 總共會有88款卡 每一盒共有20包卡 每一包卡就有5張卡 如果圓盒爆卡很幸運的話 沒有重複 一盒100張卡牌就會包了88款卡 不知道BANDAI會不會容易給大家達成月望呢 還是他會再瘋一點分開A、B款盒 這樣被別人抽呢 或者到時有機會跟大家圓盒爆卡看看 第一彈出意圖的CAMI包括了 蝗蟲、蟻冰、摔角手、武士道、滑板、主角電單車和蒸汽列車 相信這些都是主角初期會經常用到的形態聯組和道具能力 基本上你買了DX變身腰帶和手臂卡盒 你已經得到了9張RAIDER CAMI TRADING CARD 而DX附送的卡都是SR閃圖的級別 基本上都夠大家玩了 但如果大家對PARALLEL 意圖級別深夥動的話 又或者想入手空白卡牌 又或者騎士類別卡牌的款式的話 就要勇敢踏入課金深淵 嘗試去爭取你想要的寶物吧 好了,今天講到這麼多 傳聞DX會作為Gachado 三劇登場 而我這個Youtube Channel 就需要大家做三件事 就是Comment、Like和Share 大家亦不妨透過新的超級感謝功能 來支持我的Youtube影片創作 還有還有,記得按鐘追片更輕鬆 我是阿卓,下次再見 Ciao